我先把作業的部分做一個小小的檢討 來看一下 進入我的部落格 左邊這邊有一個叫做這學期的作業 看了前方後面的 我先不知道你的部落格在哪裡 去查Lyceum 你看到沒有 Lyceum 去查一下 這是我部落格 然後你把它放到你的最愛 就有我的部落格 其實我已經放了很多地方 在薪水小小的粉絲團就有了 Lyceum是指的是 像亞里斯多德 就是比較中古時期 俘西拉 他們哲學家 他們上了課程 他們在教室 他們都比較school 他們上課的地方比較license 那就是一個學院的意思 他比較不一樣的意思 他大部分是用討論方式進行課程 用一個辯論 討論方式進行課程 就像說 記不記得有一個哲學家 他說 我愛 我愛我的老師 但是我更愛真理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大部分的時間 老師 雖然教了很多東西 我懂了 我會了 可是慢慢的我理解了很多東西 老師講的 可能是錯的 那這時候 雖然我愛我的老師 但是我更喜歡真理 宇宙中的真理 你進到這邊來 這邊有個叫 這學期的作業 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這學期的作業單 這裡面呢 有 每一個這個標題 就是一個作業 那你們主要看 國二、三的理化的部分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有 一、二、三、四、五 那這裡面 屬於國二的部分 只有測量跟物質 兩張學期單 等一下再有第三張學期單 然後這邊 本學期 腳腳的作業狀況在這裡 眼睛就可以看到 這學期腳腳的作業狀況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那 上面的數字呢 上面的數字 代表 代表 代表是你腳腳的 作業狀況 執行運動 你還不要有教育 數字越多 不是 數字越大 表示你寫得越完整 數字越少 表示你可能需要冰證 尤其在 三以下 請你一定要冰證 好 好 那個 二的部分 像軒宇兩次都有教育 好 OK 三的部分 所以你自己看一下 沒有腳腳的 或是我寫的 如果有錯的話 記得要提醒我一下 再做分證 好 然後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 課程 我把那個作業的部分 稍微做個檢討一下 因為我們的作業 我發現 有些地方 可能是不是 講得不夠清楚 所以有些錯誤 我把那個錯誤的部分 指出來 然後 或是說 我們需要再做一些檢討 你要不要來 好了 什麼叫來的擦拾 擦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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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離 分離 好 這叫分離 可以分離 有很多話是 前面這個中文寫的 只是解釋了這個字 但是沒有告訴我原因為什麼 在我們物理 物理化學裡面 我們多的是要討論為什麼 而不是只是說 把那個字再解釋一遍而已 什麼意思 甚至有些人 大家說 請解釋 擦拭這個行為 可能就寫說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寫 你怎麼可以交作業呢 不知道就搞清楚才能交啊 對不對 譬如說 請解釋什麼什麼什麼 就直接告訴我都不知道 這樣就不行了 請你一定要查清楚 為什麼 做什麼 這才叫做 你的作業完整 OK 那個 羽絨你可以坐在字節的左邊 字節的右邊 好 然後呢 所以這邊請你解釋 如何差勢 如何叫做分離 差勢是一種分離的現象沒有錯 我把物體 我譬如說寫筆 我在黑板上寫字 那個粉卡在那個黑板上就對了 羽絨你不覺得這樣子做到人家嗎 你這麼晚進來 怎麼可以坐到人家前面呢 好 我在黑板上寫字 字 字的原料 字的顏色 卡在黑板上了 我又把它把它擦掉 我在做什麼事情 我把它物分離 我怎麼分離的 我在桌子上用奇異筆寫字 我拿物擦 擦不掉 我該用什麼方法擦掉 我應該有方法可以擦掉吧 那方法是什麼 為什麼它可以擦掉 用摩擦 好 我用鉛筆在紙上面寫字 寫完字之後 想把那個鉛筆的橫移擦掉 我用橡皮紙把它擦掉 橡皮紙為什麼可以把它擦掉 因為它儲出的溫度 因為儲出的溫度 好 我用原子筆在紙上寫字 我寫完字之後 我用擦原子筆的橡皮紙把它擦掉 為什麼擦原子筆的橡皮紙把它擦掉 因為它儲出的溫度 橡皮紙可以擦掉的原因是因為橡皮紙是一種橡膠是黏的 它可以把鉛筆黏下來 它只能黏鉛筆嗎 它只能黏鉛筆 它不能黏油脂的 譬如你其一筆寫下去 你不能把它擦掉 因為它黏不下來 那為什麼 原子筆寫完之後 用一種粗粗的橡皮紙把它擦掉 因為粗粗的它直接把它刮掉 直接把它刮掉 它直接把那層子刮掉 所以 以前用原子筆寫字 寫完字之後你用那個橡皮紙去擦的時候 擦太久呢 直接破了 因為它把那層子刮掉 在最早以前沒有橡皮紙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有粗粗的嗎 我們用刀片 把那個粗粘刮掉 把那個粗粘刮掉 這是可以處理的 這是一種擦字的方法 但是在這邊 因為分離到分離不能 在表面上已經被完全卡住了 因為這是物理的表面 我寫字的時候呢 什麼事 我寫字的時候呢 它的原料完全變在外面卡住了 我怎麼分離 我最簡單的分離方法就是 把它給挖掉 把這塊給挖掉 我就分離了 是不是 所以這也是這種分離啊 像以前我們在做彈藥 有一種彈藥黃鈴彈 黃鈴彈爆炸的時候呢 如果黃鈴彈在你身上 他跟你的手附著性非常好 因為黃鈴彈有一個缺點是什麼 他接到空氣就燃燒 所以他在空氣就燃燒 所以他在空氣就燃燒 要燒到晚輩子 所以你碰到黃鈴彈 最簡單的方式是泡到水裡面去 泡到水裡面去 泡到水裡面可以解決問題嗎 不行 因為他只是不會燃燒 但是手這樣拿出來就去燒了 可是不是有水的 裡面不是也有氧氣 會慢慢做到他反應會燃慢 所以不會那麼痛 還是會慢慢反應 因為他會把水裡面的氧氣 給抓出來燃燒 嚇死了 所以他會去冒煙 白鈴彈 通常我們中文叫黃鈴啦 英文叫白鈴沒有錯 鈴這東西是這樣子 黃鈴彈可以當五七 黃鈴可以當五七 然後彈到臉上 他瞬間 對對對 他打到臉上 大概臉就毀容了 所以通常在附隊上 我聽說啦 假設你被黃鈴彈打到的話 你要拿刀子先趕快把他一顆肉給刮掉 不然你不要有生理啊 你不是切掉啦 你不是在表面給他刮掉 他會是人燒補充 他會一直往下燃燒 他不是人燒補充 他一直往下燃燒 有沒有很痛 會燒到怎樣的程度 會燒到他燒完啊 那不是有鮮魚 會有鮮魚 鮮魚吃進去啊 他從裡面才來燒嗎 沒有頭一碗就是要 好 那黃鈴有沒有別的方式處理 要用硫酸酮 硫酸酮 硫酸酮容易他可以跟黃鈴稍微做緩慢的反應 他都沒有辦法很快反應 他都慢慢反應 所以你跟黃鈴 跟硫酸酮 硫酸酮可以把黃鈴給中和掉的 假如我手就碰到了呢 我可以用黃鈴去泡 跟他泡死一些也許是 反應很慢 如果桌面上有黃鈴 我可以用硫酸酮 硫酸酮把它擦掉 擦枝乾淨 擦枝乾淨 它慢慢被硫酸酮酮也分解掉 所以地面上如果有黃鈴 就讓硫酸酮酮也放掉 硫酸酮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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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酮 他沒有辦法那麼快的處理 所以就被收拾了 所以就是要慢慢處理 通常地界就是慢慢輕慢慢輕 很慢 但是你在站場上也不可能這樣處理 所以最快幫忙就是 吃店才快刮掉 好 欸 怎麼樣 1 同學 人家自己在講話請你們安靜 就跟看會一樣 待會有人在發言的時候 你們要尊重別人的發言 全部我聽不見 好不好 之前你說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吃鹽均 就是專門吃黃鈴 然後就照到太陽之類的 這個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互相有二 沒有 這就是那個窩內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欸 那個電影裡面有一個 哇 傷心還摔放 好 好 這邊有一個叫做擴散 什麼叫擴散 沒有 就是睡內營照應該怎麼寫 就是你說分離沒有錯 但是分離有多種方法 舉例一下怎麼分離 或者說說分離的原因是什麼 譬如說 我要把那個油漆從桌上 像你看桌上顯著字對不對 油漆為什麼把它分離 怎麼把它擦去掉 油漆 油漆可能會同時間把你桌面處理掉 你可能拿一些溶劑 就是可以把桌面上的那些 渣渣給溶掉的東西 然後慢慢擦 擦的過程當中呢 是讓那些筆的顏料 被你的溶劑給溶掉了 溶掉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把它帶走 那就很擦伏的過程 把它擦一種分離 那分離的原因是因為 桌面不會溶解 但是那個顏色會溶解 這樣清楚嗎 它要靠溶解度的關係 來做分離 好 什麼叫擴散 擴散就是擴散 薛宇 擴散就是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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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就是爆炸什麼關係 好 這邊它其實已經解釋了 擴散就是說 第一次有濃度高的地方 往濃度低的地方移動 譬如有個人在後面放屁 屁往前面移動 為什麼 因為前面濃度比較低 前面濃度比較低 前面濃度比較低 那為什麼它要移動過來 因為它分子已經碰撞 它把這個屁的分子 碰碰碰碰碰的 碰到前面來 可是如果兩邊都有屁走啊 它就不會 它就有的通過來 有的通過來 它就平衡了 有沒有永遠存在的屁 屁事實在有永遠存在啊 因為只能聞回來出來 但是你慢慢習慣了屁味啊 有沒有感覺 所以就沒有 其實現在都有屁味 是啊 是啊 只是你慢慢的習慣了 人的嗅情是這樣子 因為我這邊有五個嗅情的神經 它會感應的是變化 我譬如說 從中間突然出現兩個屁 它從沒有到有 它就覺得臭了 可是有這兩個屁連住了 這兩個屁分子連住了對不對 你過一段時間它就習慣了 它就沒有感應有屁了 那這時候如果在第三個屁進來 你才會覺得 喔 又有辦法屁了 否則你就是習慣那個屁味 就沒有感覺 是 那這就不是就分了嗎 之前有人說 他會收拐一圈 如果外面有空氣的 沒有錯啊 當他出來的時候 他會覺得外面好臭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不同的東西了 它慢慢它的 因為當它的 你看它的 它兩個那個受氣啊 感應的神經 感應的細胞都有屁接上去對不對 可是當它那個環境區都沒有屁 所以這個就炒掉 所以它慢慢的 它鼻子裡面已經沒有那些 臭味的分子在裡面 然後當它到有一個臭味的環境 哇 那馬上就瞬間 大量的那個臭味分子全部卡上去 它覺得非常臭 會臭不了 好 那這邊寫說 植物吸收水分是擴散嗎 不是 不是喔 植物吸收水分是一種運輸的過程 它把水從根部往上運送 這不是從濃度高到濃度低 雖然說植物的根部 可能濃度水的濃度較高一點 植物的葉子可能濃度低一點 但是跟濃度沒有關係 毛巾吸收水 是不是濃度是不擴散 它是一種毛巾牆 是靠的是毛巾本身的纖維跟水的吸引力 你有沒有看到毛巾不吸水的 沒有 有些毛巾可能會不吸水 有些毛巾可能會不吸水 如果毛巾本身的纖維跟水是相似的 不會黏住的 我看會有毛巾不吸水 那毛巾沒辦法吸水 它是吸不上去的 所以吸水主要是跟毛巾的纖維 跟水的吸附能力來決定的 那毛巾現象 就是那個護肘現象 好 剛才有一個是溶解度 好 什麼叫溶解度 來這裡定義一下 什麼叫溶解度 什麼叫溶解度 來自宇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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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度 溶解度就是100公克 100公克怎麼樣 溶解溶解度的最大的量 溶解溶解度 溶解度的最大的量 溶解溶解度 溶解度的最大的量 溶解度的溶解度 會不會改變 有可能 怎麼樣改變 溶解度怎麼改變 溶解度會改變 如果溶解度沒有改變 一個物質對水的溶解度是固定的 對 有清楚嗎 一個物質對水的溶解度 在某個固定溶解度之下 它是固定的 所以我假設告訴你 糖在15度C 對水的溶解度是20克 我告訴你什麼事情 糖20克 糖20克怎麼樣 被溶解 溶解哪裡 什麼樣的水 熱水 我剛剛說幾度C 15度C 那幾克的水 100克的水 公平這樣子 只是公平說 糖15度C 對水的溶解度是15克 那這種公平公平的訊息 你要知道溶解度是1 所以這邊講說 當溶解度的溶解度到達上限時 溶解度會到達上限 溶解度到達上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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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解度是不會變的 應該是說 在這邊講說 什麼叫化溶液 就是當一個溶液 一個溶劑 我們把溶子丟進去 它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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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溶化到它不能再溶化的時候 溶子已經到達最高量 這個整個溶解度 已經到達溶解度的時候 它就是飽和溶液了 溶子已經到達溶劑所能溶解的最大量 它就是飽和溶液了 這樣清楚嗎 OK 好 下一個 好 溶解度的相關因素有什麼 改變溶解度相關因素有什麼 我可以說 改變液體溶劑的種類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我們通常講溶解度的時候 就必須定義是什麼溶劑 是什麼溶子都已經定義好了 所以你改變溶劑 那是另外的事情 跟我們現在講溶解度相關 只有溶度 講這個溶子跟溶劑固定的時候 只有溶度的改變會改變溶解度 OK 第15題 第15題 這個 好 就是說 我們在講溶解度是一個固定的值 一個溶子對溶劑來講的話 它的溶解度是固定的值 因為這是做實驗做出來的 那我們講飽和溶液的話 是這個溶劑 這個溶子溶到溶劑裡面去 溶到它不能再溶維持 這就是要保和溶液了 跟溶解度是沒有關係的 那溶解度實際上指的是100克裡面 當這個液體到保和溶液的時候呢 它已經溶子的最大量 那就是一個 保和溶液 然後這裡面的這個溶子的樣子 就是它的溶解度 OK 所以我講一下溶解度 溶解度的單位應該是什麼 溶解度的單位應該是什麼 溶解度的單位 我注定運動 講一個 你不知道講那麼多個 這是功課 你知道講那麼多個 好 接下來這是 現在堂克要講的那條 這是测量的部分 哈囉 停 这里啊 你看得见吗 来 语龙 念一遍我 这边写什么 不知哪一遍 也不知哪一遍 荧幕啊 对啊 荧幕啊 在刚刚的测试中 你得到的数据是什么 还有啊 单位是什么 有没有不容易判断的地方 你怎么办 这质量 这是我 最想办法就是谁 OK 好 这个是我典型的 最不好的答题的方式 其实我们的题目都是简答题啦 或者是你要是深入题 就是要写的稍微多一点 要解释清楚 所以你常常没没没 不知 这是没办法 不应该稍缺的 你不就查清楚 好了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记不记得 我们用纸上面的词 就是去量我们的比 长度的时候 有人量8.4 记不记得 这我已经讲第三遍了 我再讲一遍 有啊 假设这是9好了 这是8 这是多少 应该是8.5 对不对 中间有几个刻画 1 2 3 4 OK 1 2 3 4 1 2 3 4 好 这样子 我那支比呢 如果是这样子 好 虽然这比的长度多少 比的长度多少 比的长度是8.0 8.4 8.4 8.4 0 答案还有别的 8.4 5 这里 仔细听啊 现在讲给你听的 仔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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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别的 8.4 8.4 5 8.4 5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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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有錯嗎? 沒有了,問你啊 8.44 8.44 8.44 這個答案在你答的哪裡不一樣 後面有多兩種詞 後面有什麼值 後面有多一個值 你寫8.4 對不對 那這個詞 我們在量的時候 現在哪個答案是對了 都對 8.45對嗎? 我們來講為什麼8.45 8.40 8.41 有預估值 這一把詞最小的能量到多少 0.1 0.1 0.1 0.0 對不對 這0的範圍你可以估計嘛 是不是 是 所以說量不準的原因是什麼 會不會量不準 會不會有不好量的地方 會不會有不好量的地方 這就是不好量嘛 你看有的時候8.1 有的時候8.15 8.41 8.42 8.43 8.45 為什麼 因為我們人的眼睛看不準 你在觀察的時候沒辦法觀察他們的細 所以會有估計的地方 這是量不準的地方 一定會有難量的地方 那這不是我們故意去犯的錯 就是會有出現 OK 這樣知道嗎 好 說說看測量的過程是什麼 什麼是測量 這邊寫說 測量的過程就是要計算長度 什麼計算長度 這個題目可以告訴我 怎麼計算長度 我們在測量 你怎麼計算長度 用詞 怎麼計算用詞 我現在用詞 怎麼計算 你可以做個示範一下 一個一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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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看那個 前一陣有看那個 有部電影叫做 一個一個數 BIG BAND 不是 我們前兩天看那個部電影叫做 BIG BAND 講那個做麵包那個 做麵包 喔 你說 吳寶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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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寶寸的電影 他說那個師傅 他去做麵包嘛 師傅說 別臭了他小朋友 不是啦 哪有說 他說 欸 他在泡呆 他叫什麼 哪一個 然後那個師傅叫他什麼 叫誰 吳寶寸叫呆 什麼呆 泡呆 不是 他叫什麼 不是 他叫什麼 他叫什麼 五寶寸去蹭一百兩的 爬 五寶寸這樣 一二三十 啊 數數數數 是節奏 你在幹什麼 這樣算算得很重 啊 都是你跟我講話 他有算錯了 要重新算了 他重新開始算了 這叫計算嗎 這不是要計算 這叫數數 數數跟計算兩件事喔 我講這個算來說 三十五乘以二十一 這叫做計算 什麼叫數數 數數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叫數數 好 測量的過程是數數嗎 測量過程是數數 但通常來講是一個比較的過程 我把一個標準的史放上去 我就可以比較出它的長度 這是一個比較的過程 好不好 結果我們要測量時間 用碼錶來測量 對碼錶 因為碼錶是每 變化的數字是固定的時間 所以變化是變化兩次 變化三次變成 所以你把你的想量的時間 跟碼錶的時間做比較 也就是比較出 我現在所要量的東西是多麼 時間是多麼久 OK 好 這就比一下過程 可惡 好 讚 讚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滾走 好 滾走 好 今天 呃 時間的意義是什麼 時間的意義就是 就是 就是 上次有朋友講 表現出時間的流動 就是 表現出時間流動 怎麼樣表現出時間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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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是在表現 怎麼樣表現 你看現在已經十點四十一分 現在十點四十一分了 真的累 時間多少 不過四十二 第一個鐘 時間的流動就是一種變化的現象 好 時間的意義是 我看到一種變化 萬事萬物在做變化 實際上就有時間 就改變 是一種時間變化的現象 這是我的定義 但是每個人可能不同的定義 就是說 你看到時間在做 看到萬物在改變 假設你現在到一個地方去 所有東西都沒有辦法改變 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改變時間在動 當然不可以啊 不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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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你包括你手錶也不動 你的概念 對 如果你看到的東西都不動 所有東西 你會量盡著脈搏 包括他心裡還有奮鬥 那脈搏不會動你就死掉了 我說你有感覺 你有意識的時候 你都萬物都沒有動 對啊 所以 所以應該全部都不能動 沒有 我沒有 我說 當你到一個地方去 你看到所有東西都不會動的時候 只有你會動 只有你會動 時間怎麼存在 存在 存在 那時候沒有太陽升起 太陽過下 存在 沒有辦法感覺都過了幾天 當然不可以 很難 有些人可以 很難 非常難 那時間是非常難抓的 對 好 好 來 回到這段課程 上禮拜講到哪裡 記不記得 有些人做起來很正常 他就覺得說他累了要睡 然後起床這樣大概床一間 是 是 第七體還可以講 第七體啊 我沒有全部都有寫 因為有些問題我覺得只是 比較個別 我就沒有特別寫 對 第七體是什麼 第七體就 是物質的嗎 還是測量 溶解嗎 溶解嗎 什麼的第七體 什麼的第七體 OK 好 不錯 好 所以溶解度講完了 好 那我們今天講氣體好了 因為部分比較簡單一點 八個 不要挺身 八個 七個 來 這一組 我們這一組不需要吃 來 先 啊 不要 看哪個是像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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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個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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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個 月薄 妳想一下 甲車偶從嘴巴吐出一個空氣 那HS 妳怎麼搜集一個空氣 拿塑膠袋 帶 拿出道具出來 不 即時都拿不吃 沒有錯 哪 你別的方法 乾脆 請他拿到法具出來 請他拿到法具出來 為什麼妳要搜集一個 氣球 氣球 甲車 我們不要說 人的空氣 因為你知道我人可以控制嗎 可以跟你溝通 假設你現在做到一個特殊的生物 這特殊生物它不是呼吸氧氣 另外它不是呼吸氧氣 它呼吸別的空氣 就氣泥裡面的別的元素 那就把它關到一個小塑膠袋裡 然後呢 然後沖氣 可是你沖了空氣也許不是它要的 那就死掉了 那你就死了 那你知道它不會吸空氣了嗎 我現在的問題是怎麼收你它 用塑膠袋 你現在對她的嘴巴嗎 對 它那麼乖讓你對她的嘴巴去 把它拔出去 它會咬你的 我知道 那是獅子喔 我知道 等一下 字典你說 我把它裝在一個可以裝得像媽的地方 OK 把它裝在一個可以裝得像媽的地方 獅子呼吸空氣啊 你說一個特別的說話 說舉個例嘛 我只舉個例獅子 有一點點懷疑獅子不是呼吸空氣 變種分變質 呼吸屁分子 哈哈哈哈 呼吸屁分子 好 我們現在抓 然後我放到一個容器裡面 把獅子放到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用 拿一個撐 放在它下面 哈哈哈哈 這跟空氣怎麼關係 它測了 它的重量 然後就看它膚線之後 這樣 直撐 直撐的重量 然後裡面抓到它先 然後就把它一直捏起來 來 假設這隻是獅子 你去捏它你就被它咬住了 獅子是呼吸空氣 好嗎 你說特別的生物 變種獅子 變種獅子 獅子呼吸空氣 你有證據嗎 你有證據嗎 你科學家說的 哪個科學家說的 生命力的份子 科學家說的 哪個科學家說的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那個獅子是呼吸空氣 有根據 什麼根據 科學家說的 哪個科學家說的 那個 你不知道 獅子呼吸的空氣 好 它吸的也許是氧氣 也許氮氣 我們知道喔 那它吐出來的空氣是什麼 我想知道 我剛才講 呼出來的是什麼 這二氧化碳嗎 唇的二氧化碳嗎 把它吸掉進去 它嘴裡是什麼 還有 所以我想知道 獅子呼出來的空氣是什麼 怎麼辦 我怎麼收集 收集它 吐出來了 呼吸 然後 因為這件說 你看 就是 如果空氣中 你就拿一種 一切的變化 OK 非常好 但是我怎麼收集 我現在重點一下 怎麼收集它 吐出來的空氣 我覺得應該說 一個一個講 誰先講 讓它溫體 跟整體溫體 OK 那是兩件事喔 要不然揍人 自己也講了說 我先量一下 這空氣裡面的組成 再把獅子放進去 然後收集它 吐出來的空氣 跟原來組成的不一樣 問題是 我現在的問題是 怎麼收集它 呼吸來的空氣 而且電插器 然後大細胞是什麼 你就可以大概推測 不知道它呼吸是什麼 那是推測喔 要讓它測試 我要知道它真正 呼吸是什麼 它有可能是呼吸吸 所以它要省塞 因為我正常來講 碳基生物 通常是氧氣 或者是那個 通常都會有 固定的呼吸 我知道喔 但是我要知道比例 所以你要知道比例 對 它呼出來氧氣的比例 對 我要知道 來 那個軒衣 你說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你明明說 來 怎麼收集它 鋪出來的空氣 冠婷 怎麼收集它 鋪出來的空氣 給它屁分子 看到會怎樣 對啊 那兩件事喔 收集它鋪出來 沒有 把一塊分子 所有的份丟進去 看它會不會吸它 如果吸的話 那就是 我講不是廢話 我到底講個廢話 沒有 可能用那個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那什麼 就錄起來 蹭 不是用蹭啊 你慢慢看 這裡面就蹭 剛剛自己講的 我剛剛來講 你不用管他 你要問你 怎麼收集它鋪出來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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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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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收集大嗎 你現在 譬如你整個空氣 就要在那邊 你又不是獅子 你可以用手 去鋪住獅子 這樣鋪進去嗎 我知道 先用麻醉槍 把獅子麻醉之後 用這個眼睛 再拍 那個 OK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對話 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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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溫它 那個 那個什麼 針筒 還有 其他的那個 去吸 OK 包裝完成 我先遇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那個 彈藥 它的包裝 它本來是真空包裝 是密合的真空包裝 然後呢 密合的真空包裝 那為什麼 就突然鋪起來了 鼓起來了 啊 鼓起來了 大家很害怕 裡面到底什麼問題 不知道 那這時候 你怎麼收集這個空氣 吸 要選 數據 拿那個針筒 插進去 喔 吸 我做了做棒 就是這樣 不用針筒去吸 吸在空氣那邊 那裡吸 這是一個簡單的辦法 最後是怎麼這樣 最後推測是清氣 它裡面我發現 什麼叫反應是清氣 好那 你在收集的時候 我們其實 收集空氣的方法 我最簡單的就是 對著氣球吹 好那我再舉個例子 我現在燒杯裡面 我做實驗 燒杯產生空氣了 我怎麼收集空氣 燒杯的空氣 我怎麼收集 嗯 嗯 把它點燃啊 點燃就沒有收集 點燃不見 也許點燃它可以燃燒 就不見了 如果點燃會爆炸就爆炸 如果點燃它沒有用 那就沒有用 點燃 所以要蓋袋子 一樣就是拿出袋袋 所以要再怎麼燒 你就燒在空間 你就把刺激麻醉 然後放在上面 因為氣一定會往上跑 那你拿刺激麻醉 OK 陳又講了一個 關鍵事 氣一定會往上跑 這句話對不對 對 對 冷空氣要往下跑 什麼空氣要往下跑 冷空氣 冷空氣 冷空氣就冷空氣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還有沒有 我記得有些網絲 有些網絲在下面 假碗 假碗 假碗不會飛上去 對 釘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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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會沉在空氣下 沒有錯 有些空氣會沉下 有些空氣會往上升 那蛋 有些空氣會往下 淡空氣會往上升 那就 那就把 袋子抄上去之後 然後就把人倒過來 這樣 那你拍拍拍 那你拍機鐵跟在一起走 對 拍拍拍拍拍 我現在有一個 我現在是燒杯 我裡面反應的 咕嚕咕嚕 產生一些氣力 讚啊 呼呼 我怎麼收集這氣力 拿刺激麻醉 水要再放上去 因為那是熱空氣 所以讓它都跑進去 它不見熱空氣喔 你這時候咕嚕咕嚕咕嚕的 咕嚕咕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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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小樹達蝦 醋酸 它的反應 它還是會有 溫在那邊 一定會變熱嗎 會會會 一點點而已 對 它就像滑碳 它這個滑碳不會是變 它的密度還是比較高的 它就會往下層 那就 它不會往上 那就把被子找過來 不然它一眼跑進去 那就沒辦法分析了 我們講氣力 我只要氣力 而且我呼吸到 真的用呼吸這樣傳變熱 變熱 但是在呼吸裡面 沒有什麼差 對 密度沒有改變啊 沒有用啊 陳佑是說 因為它變熱 所以它浮上來啊 它不會浮上來 所以我們講 我們講配水機器 反而不是 所以還是要加熱 我想你們從生活中 去 講一下 作業 好 你們有沒有玩過一個遊戲 去游泳池 或者去 洗溫泉的時候放屁 有沒有想到把屁收集起來 怎麼收集屁 不會啊 把它照起來 然後咧 然後它就這樣變一個空洞 對 可是它沒有收集 那你只是 把屁分子吸進去 你嘴巴 可是那你都不存在 那你拿一個出貨蛋 那有什麼方法比較好的 可以把屁收集起來 陳佑你給我解釋一下 剛剛的說法 不然就是把屁收集 拿一個屁收袋 拿一個屁收袋 然後呢 然後就 湯在水上面 OK 好 陳佑的說法 我現在在水裡面 好 我先拿一個屁收袋 我再裝了水 然後呢 我就在這邊放屁 等一下不能啦 你這樣子不對 欸 咕嚕咕嚕 什麼 我沒有畫完的 不能啦 喔 你這樣子違反了 那個什麼 什麼規則 什麼奇怪規則 錯了 咕嚕咕嚕 屁要跑進去了 那這把屁收袋在裡面 可以把屁收起來 為什麼不行 因為 如果是腰帶水是滿的話 他可能就忽略 所以要待會這樣 咕嚕咕嚕 這樣跑上去 是嗎 對啊 如果他在你正當中的話 他既然水會往上升 他到這邊他就會往上升啊 他往上升之後 他會怎麼做你知道 喔 他會就會撐起來 他會把水給排出來 喔 怪了 其實你可以簡單做事 你先拚我舉個地好了 我臉花得這麼吵 屁股同吃球 屁股同吃球 屁股又要花在水裡 你過了 你過了 一個很惡法 你過了 所以剛剛說不通吃生物的 他會過了 那不會痛 不會痛 我都不痛 吸氣 看能不能痛 你還沒得出點 沒得出沒有 我們在頭裡 哈囉 來來來 我裡面裝了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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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body home? 我這裡面裝了水 我會請你做這兩次的實驗 同學 我在這兒放屁喔 不會不會 你拿個吸管 你拿個吸管 模擬你的屁 把這個杯子裝了水 放在盆子裡面 吸管對到下面 吹氣 然後水裡面的水都不見 杯子怎麼會水不見啊 你們真的沒有做過時間啊 沒有 看一下 水會包分至裡面 拉一頭死在裡面 這是水 摺水 摺水 我裡面裝了水 拿過來 然後水這樣拿起來 我裡面會不會有水 會不會有水吧 只要那個蘋果 水 我看到水沒水就跑進去 我看到水沒水就跑進去 前提是那個杯子沒有破 因為那空氣沒有辦法進去 水就沒有辦法進去 對 對 對著這個平頭這樣吹氣 然後水就跑出來 水就被擠出來 對啊 對不對 這件事情就叫做 這叫做排水棋氣把 課本的要行 你們一定都沒有預期 你有預期 你有預期 那最好了 請解釋一下 請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排水棋氣把 看來必須是用哈姆立克 什麼叫排水棋氣把 那個 羽龍 楊羽龍 你不要減少別人的 你解釋一下 你現在在寫排水棋氣把 我看到了 請解釋一下 什麼要排水棋氣把 就是排水棋氣把 就是把裡面的空氣吸出來 不是 把裡面的空氣吸出來 把裡面的空氣吸出來 沒有吸出來 排水嘛 我的空氣進去的時候呢 會把裡面的水給排出來 我空氣被我收集在這個杯子裡面 要排水棋氣把 排水棋氣把 那什麼叫排氣集氣把 就是把裡面的空氣吸出來 排出來 不是吸出來 誰會把它吸出來 那什麼情況之下 會用排氣集氣把 氣體不同而重用 OK 氣體不同的密度 氣體不同密度的時候 密度輕了會怎麼樣 密度輕了會往上 密度重了會往下 對不對 假設我現在收集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密度比較重 所以假設要收集 它就可以用排氣集氣把 這就是一個管子 假設這管子出來是二氧化碳 我這管子要怎麼收集 我可以把杯子放這樣收集 可以嗎 可以嗎 二氧化碳可以 二氧化碳可以喔 我當二氧化碳從我的屍子上流出去的時候呢 二氧化碳沉到下面喔 那沉到下面就好像水流進去 沉到下面一樣的意思 它慢慢會把上面空氣給排掉 排氣集氣把有個缺點是什麼 不容易關卡 不容易關卡 不容易關卡什麼 氣力 氣力怎麼樣 呃...是什麼氣力 呃...我們收集氣裡白都不容易關卡 可是你不容易關卡什麼 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不容易關卡什麼 我排水騎氣把 我可以關卡什麼 呼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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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水就跑出瓦人 你可以知道你有收集到 然後呢 我最後有收集到 對...一個是關卡到收集到的 另外關卡什麼 水會澎出來 水會澎出來 我當然有關卡 那...可以... 還有一個重點啦 我為什麼要關卡水澎出來 然後還有什麼 氣力的量 氣力的量 我可以關卡到水滿了沒有 空氣滿了沒有 這杯子已經滿了 滿了還可以換杯子嘛 可是排氣集氣把 我可以觀察裡面的空氣滿了沒有 不容易觀察嘛 不容易觀察嘛 除了這個空氣有顏色 對不對 除了這個空氣有顏色 我才可以觀察到 否則都是空氣透明的 我怎麼知道 我裝了二氧化碳 杯子滿了沒有 好 我現在... 假設我現在收集的是清氣 我這個管可以出來 是清氣 我可以這樣收集 可以喔 可以收集 有沒有收集過煙 我譬如說拿聞香點煙 這樣收集的話 煙會慢慢慢慢的 滿不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想過 收集過 那就是排氣集氣把一種 我的爺慢慢的把它被充滿了 他把氣排出來 好了 我現在收集氧氣 欸 清氣 我這樣收集 他把氣排出來了 收集完之後 我怎麼知道我滿了沒有 想辦法 我們答案是我們不知道 他滿了沒有 我們就沒辦法知道 好 所以排氣集氣把不是一個比較好 不是好的方法 可是排水集氣把都很好嗎 有沒有什麼方法不能用 有 有沒有什麼樣的氣體 不能用排水集氣把 有 有 屬實性 為什麼不能用排水集氣把 因為他能把水體 直接 說什麼啊 所以問題太小了 這個我們把它講完 算一下 會融入水的氣體 OK 會融入水的氣體 不能用排水集氣把收集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他這麼容易水 OK 那會融入水的氣體要怎麼收集 對 對 對啊 用排水集氣 排水集氣 比如說 油子 OK 用不能溶解的 什麼樣的氣體會溶解 鞍氣會被水溶解 鞍氣 鞍氣 鞍氣會融化水分去 變鞍水 那鞍氣在溶解的過程很快喔 它幾乎是碰到水就不見了 就溶解掉了 它就被水溶解 所以鞍氣沒有用排水集氣把 可是鞍氣就可以用排油集氣把 它可以讓水變成保何容易喔 呃 它要很久 它可以反應 它要反應很久才會完全保護 它是跟水反應 是讓它是跟水反應 它溶進去了 所以 鞍氣就不能用排水集氣把 它只能用排什麼 排氣集氣把 排油 排氣集氣把也不容易觀察啦 因為 它的密度 它的密度跟 它的密度比較輕 它是可以排氣集氣把 可是排氣集氣把 你不容易觀察 它到底滿了沒有 可以用油 或者是酒精 酒精可能可以啦 好 OK 好 下一個 現在兩個有油 麻煩你帶雨水 你在旁邊寫 先來 聽見沒有 我看了 全然 都病 誒 電腦變很慢 電腦變很慢 不是 我 不然沒關係 不管開什麼東西 它就會 電腦變很慢 應該是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中毒吧 中毒喔 對 原品有問題 應該不會是中毒吧 我上次那個是硬點 最高爆掉 我上次那個是硬點 我有那個不一樣 你的原因是什麼 我那個原因 我姑姑做